耶稣受难日的长周末 不少人选择在到邻国游玩或探亲 乌兰关卡早上出现了大批通关人潮 上千人冒着大雨排队 一名雨关卡局指出 陆路边境开放后 截至昨天的傍晚5点 共有66万2900人次通过了陆路关卡出境 一起来看记者蔡可汗的报道 今天天空不作美 但仍无阻民众越过长堤度过长周末 记者早上8点走访乌兰关卡外 只见现场被人挤得水泄不通 许多没有带伞的民众 全身湿透排在人笼中 根据观察大部分是回乡的马国游子 当中也有不少是本地公民 现场也有不少移民与关卡局人员维持秩序 据观察民众需要排队约一个小时才能够进入关卡 虽然关卡外的人潮拥挤 但上午长地的交通相当顺畅 没有出现车辆拥堵的情况